昨天发了关实际进外带箱的视频之后呢 平日区和私信有好多在问关于外带箱的事情 那这期呢就来分享一下实际他们平时在用的三块外带箱 适合不同情况下使用 大家可以根据他们的优缺点选择适合自己家动物的 第一种利其而宠物提来 它整体呢是比较轻的 不会特别累人 我只带一只动物出门的时候都会用它 上开门 方便抱兔子进出 也可以从中间这里打开 一般五斤以下的兔子用都可以 在大典就有点拥挤了 塑料材质的方便清理 用水葱 湿抹布或者是湿纸巾都可以 第二种爱丽丝宠物航空箱 它相较于利其而是稍微偏重一些 空间也更大一些 我带两只一起出门为了省事 用一个箱子的时候会用的 有三个可以打开的门 既方便兔子自己进出 也方便抱兔子进出 一般带个8斤左右的兔子是没有问题的 材质上呢也是塑料的 方便清理 第三种宠物推车 我们家多只外出游玩 或者是去医院的时候都用它 空间大又省力 可以分离 车架还能折叠 不占空间 开口也很大 方便抱兔子进出 下面的储存空间呢 可以放东西 适合多胎家庭 像大型的田园土 安哥拉土都可以用 材质大部分是布的 清洗方面比塑料材质的要麻烦些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也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 自己家兔子用的 比较好用的外带箱 都可以用来 把这个稳作 也看到了 我们来到这里了 我们来到这里了 还有一个 小学生的